但就够了 现在人的身体比不上故人 释迦摩尼佛那个时代 你看那些人 晚上在树下 风吹雨打日晒 都没有妨碍 身体好啊 身心健康啊 我们现在不能跟他比 受一点风寒 就感冒了上风 他们天天过这个生活 没事 佛经里面有意识 得病的时候 最通常的料理 这个治理的方法 是用咒语 有没有科学根据 有 你看一般的用腿拿 不需要用医药 现在的伤风 我们知道 伤风感冒 最有效的什么 热敷 你用热敷 敷到我们这个颈子这个地方 热敷十分钟就没有了 就恢复正常了 寒气 逼出来了 你感冒就好了 不要用药啊 咒语是最高的 咒语是用阴身 你这个器官拿你阻塞了 那个阴身很准确 阴身发出来 把这个器官 整动 它就开了 问题解决了 用阴身 所以经典里面 治病的一些咒语很多 现在去练 没有一个灵 为什么呢 那个要口传 阴身要正确 这个阴身的长短 它才达到这个部位 你差一点就没有效了 所以这个方法的时候 唐朝时候还有 唐以后逐渐逐渐就失传了 一定要口传 用阴身来震动 这个筋骨 虽然说疼痛 疼痛不是固土疼痛 也不是肉疼痛 是筋 筋疼痛 那个筋的时候 粘在一起 你把它揉开了 没事了 他们这个原始点 就是用这个揉的方法 把你揉开 真就是用真 用旧的方法 原理都是一样 方法不一样 最高明的是用阴身 念咒 神四 什么病都能治 可惜现在没有这种人了 找不到这种老师 你就学不到了 或者有个总原则 断正心念 心要好 没有恶念 就不会生病 这是总原则 总纲领 亲近平等学 怎么会生病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总纲领 抓住 我们认真学习 身心健康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恶念 就消除业障了 这业障病就没有了 请不吝点赞